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还在筹备阶段 这部剧此前就已经在网上爆出消息了 当时有消息称男主是任佳伦 女主这边在宋祖儿和周也中选 如今官方发布的海报上出现的是任佳伦和宋祖儿的名字 这无疑是已经在官宣了 目前无忧度的官威还没有设 但既然官方已经将阵容晒出来了 也就算是实锤了 任佳伦和宋祖儿这是第一次合作 虽然两人不熟悉 但两人已经是成熟的演员了 双方的演技也都在线 配合方面几天的时间应该就可以磨合好 无忧度这部剧之所以关注的人多 不仅是因为两位主演 更多的是这部剧的题材 还有这部剧的制作班底 这是一部惊悚之怪爱情类的剧 虽然是用了惊悚 但实际上并不吓人 这部剧是改自小说半下 与其说是改编 但其实这部剧跟重新写了差不多 因为这部小说还没有完结 而且小说一上来就是以穿越开的头 大家都知道现在剧中不允许有穿越 所以在开头上这部剧就需要大改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部剧是重新写的 大家最关注的班底 我们先来说说导演林玉芬 她在古装剧中非常有名 因为她指导过很多优秀的古装片 《向花千古》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陈希元》 《仙剑奇侠传三等》 说实话在看到林玉芬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部剧稳了 编剧江良智虽然是日本人 但对于奇幻类的剧非常拿手 所以也不用太担心 美术是由赤种家人负责 同样也是一位日本人 她是一位置景师 她的排名在全国前二十 而且有很多非常有名的剧 都是出自她手 《诗神令》 《精灵十三拆》等 看到这是不是就理解 为什么大家对这部剧这么期待了吧 布金主演是大家喜欢的 最关键是班底很强大 这样的制作不用等到播出 就知道是一部大爆款 你们期待这部剧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